運用量前三名分別為 桃園市衛生局 高雄市衛生局 桃中市的衛生局 在這個推出之後 大家有充分的運用 29號的記者會 陳時中刻意公布 實聯制使用的前三名縣市 就是因為最近有人質疑 到底實聯制有沒有用 因此除了公布桃園高雄等前三名 全國27縣市 就有16個縣市使用過 將近六成 而高雄市更跳出來背書 檢訓實聯制運用 這部分的必要性 在醫療工作 我想是防疫工作的一切根本 高雄市以人物的家庭群聚為例 強調主要個案發病後 立刻進行訪談 並掌握足跡 之後再請警方確認 並調閱畫面 最後再收集實聯制的名單 進行對象匡列 整個流程濃縮在24小時內 完成300多人的匡列 但流程中仍存有兩大變數 檢報界或衛生局的通知之後 除了來到現場了解 相關接觸時 還要負責調閱監視畫面 根據警方統計 最快2個小時內可以完成 最慢得趕在12個小時內 落差達到10個小時 另外 衛生局要調閱實聯制資料 手寫的部分 其實只要影印傳真 大概幾分鐘就能完成 但是如果是QR Code的部分 就要看中央的作業 到底有多快 手寫名單拿到後 衛生單位就能立刻篩選 進行匡列接觸對象 但中央的資料還得等上文書 放來時間 在場的時間點 前後大概15分鐘到30分鐘 作為風險的這個頻段 不過衛生局也強調 除了實聯制資料的取得 想要境外完成疫調 還得有賴好幾組人員的分工合作 實聯制對疫情有幫助 但並非主要關鍵 尤其被政治化後 更只能任由外界各自解讀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